第一個先講一下這個高鴻安 他不是在幫柯文哲護航 然後說這個叫做剩餘物 不叫做廢棄物 什麼叫做廢棄物 我們給大家觀眾朋友自己來判斷 這個叫不叫廢棄物 什麼叫剩餘物跟廢棄物 這是今天開挖最新進度 因為今天一度有訊息傳出來說要回田 但是這是錯誤的消息 今天的進度還是在往下挖 但挖出來挖出更多的 我們這圈起來 紅色的是磚頭 那這另外圈起來 這個是看起來是鋼 鋼金的部分 這是今天挖的 這是今天挖的進度 今天剛挖出來的東西 今天幾月幾號 十二月二十五號聖誕節 也是我們中華民國的行線紀念日 記得這一天是今天 所以上面有挖出紅色的磚頭 看起來跟聖誕節的紅色是一樣的 然後再看下一張 一樣有挖出來是什麼 你看一樣有磚頭 然後一樣看起來像鋼梁的部分 這些都是今天 什麼東西 看起來像鋼梁 鋼筋那一條一條的 所以這些東西請問一下 這個叫剩餘廢棄物 還叫剩餘物 農田種田會種出鋼筋嗎 會種出磚頭嗎 所以叫做農田的剩餘廢棄物嗎 網友在敘述 柯文哲的田比較特別 就是種下去鋼筋 種下去鋼梁 種下去磚頭 最後長出遊覽車 最後長出遊覽車 所以他的田跟大家田不太一樣 田是種鋼筋的 所以會有鋼筋廢棄物 會長出遊覽車出來 他的田是種磚頭的 所以會有長出磚頭 所以有磚頭廢棄物 他在說什麼 這是廢棄物 然後再看 你看這個也是在現場挖出來的 請問這個 這個算不算是廢棄物 那是什麼 這看起來像鋼筋 不知道是工人用過的還是哪一種 反正就看起來就是毛巾 請問這個算是哪一種 毛巾比較難講 毛巾因為農民可能會用毛巾擦 然後丟了 這毛巾我們都不敢講是廢棄物 總不是剩餘物 對嘛 那這個是鋼筋鋼糧 這是這個看起來是塑膠管 那個管線的部分 塑膠管 塑膠管啊 這這麼明顯 你看 他的農地是在種什麼 為什麼用塑膠管 他是在種 他會說飲水用 他是為了長出遊覽車用的 還是在種牛瓣 所以種的比較對 是種牛瓣還是在種 種草莓 種草莓 種草莓要水 有嗎 種草莓需要塑膠管 要滴水 現在大家都一本正經講話 都不知道這樣講的 不是那種情侶的種草莓 在替他找理由 所以所以你看 這都是上面挖出來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給觀眾朋友 你可以客觀地去判斷 像挖到這些東西 請問這個叫做剩餘物 還是叫做廢棄物 一地四次 一地四次是什麼 其實我 這是財經盆專講的 對 他為什麼講一地四次 是指說這塊地 我們大家只看到一段 只看到柯文哲 把它變成是租給遊覽車 這一段收租金 對不對 可是一地四次的意思是說 這塊農地 對於他的處理 我們講說他的土地的主人 對他處理是第一次 就是當我買進來的時候 因為他是良田 我們有說他在特定農業區 特定農業區是好的田 那好的田就是好的土 是好的土 我就把他土方挖起來 挖起來之後 賣給其他的業者 所以這是第一次 賣給其他業者 譬如說賣給這些做園藝的 他需要好的土 園藝的業者需要好的土 要換土 然後另外就是說有一些花園要鋪好的土 另外有一些農田 他們想要換的時候 也需要這些好的土 所以第一層的土挖起來可以賣 有錢人的庭院造景也會用好的土 對對對 所以這些土方就非常有價值 好的土就是不要有小石頭 不要有大石頭 不要有什麼磚頭 不要有鋼筋 不要有什麼水管 不要有什麼破布 你剛剛挖出來那些都是不能有的 對 所以這是第一次 那他第二次講的是什麼 第二次就是我把上面的土方 好的田的土 把它挖走了之後 挖走之後是不是變一個大坑 大坑可以幹嘛 買東西 台灣現在什麼東西最需要買 醫療廢棄物最需要買 營建廢棄物最需要買 我們拆完房子拆完剩下的東西 是不是要找地方買 什麼叫營建廢棄物 我們這有土木系 營建廢棄物指的是什麼 營建廢物剛才說的那些 全部都是 鋼筋 鋼筋當然是鑽頭 因為它是要增加建築物的強度 所以營造業 你像那個混凝土 也不是漏出來 水泥礦就變混凝土 漏後就變混凝土 不是 那都要鋼筋出利過 所以他一定是人造建物 對 人造的 譬如說空骨粒 譬如說磚頭 譬如說鋼筋水泥這一些 這就是 請問這不是建廢棄物 這是什麼 對 所以你看到那田裡面 比如說他那塊地裡面 被挖出混凝土 那個混凝土那一塊 就知道是拆原來的房子 可能拆掉或是幹嘛了之後 拿到這個地方 那為什麼高航安 這個叫做剩餘物 是說種田剩下來的東西 還有人種水泥 還有人種磚頭 有人種鋼筋